大家好 欢迎来到麦和Beat出品的大麦健身兽 你大麦哥又来了 今天是2020年0225 今天大麦哥在车上 那段视频是不是挺帅的呀 是不是引起了大家的轰动吗 没想到你大麦哥 这样年轻 咱们先关注一下重磅一个消息 大家知道最近病毒流行 根据一带铁人的消息 伊朗这个健美 这些比赛都因为这个病毒的流行 而已经取消了 大家知道吧 这一个多星期在伊朗确实比较严重 所以说呢 他都给取消了 这个呢可以说是重磅 如果在其他各地 如果发展起来的话 这些健美比赛还能不能搞了 还搞的规模是不是还原来那样的 是不是得缩水 这个还不好说了 目前的形式 这健美比赛形式不容乐观 今年我跟你说啊 弄不好 整个全球健美赛事全都得凉 当然了 除了咱们大麦健身兽 还依旧红火之外 接下来呢 弗莱克斯惠勒啊 更新了一下自己最新的状态 其实呢 他更新半天 啥都没说啊 都是让他自己 自己去那个 自己的频道去看 但是呢 从他这个 呃亮出的一段视频 我们可以看到 哎 一只装上了 那我们可以看到 他是右腿装了一只 那平时咱们开车 一般的情况下呢 咱们是右脚踩刹车啊 踩油盘 当然正常人是这种习惯了 但是如果是 如果像弗莱克斯惠勒这种情况 他左边是不能踩的话 那用左腿的话也可以 但如果装了一只的话 弄一只的那条腿踩 我觉得也应该行吧 但是这种力度可能把握的 可能就不太不太准确了 嗯 almost 5 o'clock in the evening on my way to the gym just want to apologize really quickly because I haven't given any updates on my progress and everything like that so just did my first video on my progress and everything you guys go over to my youtube check out the interview Let me know what your thoughts are comments again I really appreciate everybody's support and comments that I've been getting from everybody all over the world I'm gonna go and try to get it in right now at the gym 接下来呢 咱们好久不见的 美国知名的男子舰体运动员 杰瑞米布丁 他呢 有一件大喜事 先祝贺他吧 啥大喜事啊 在费尔南多插了 在赛场上前两天 现场向女友求婚 接下来呢 林重力战队夏威夷分部负责人 也在夏威夷前两天 刚刚举行了婚礼 这林重力战队教练瑞安也去了 就在这个节骨眼 杰瑞米布丁他媳妇 他女友可以说 哎呀 心里有点 怎么说呢 坎坷不安吧 你说说 这个跟杰瑞米这么多年了 是不是 也没给我一个名分 你看看啊 周围省边的人呢 都有结婚的结婚了 都有 有求婚的求婚了 你说说 我跟你这么多年 你给了我什么 虽然小姑娘没有说出来 这里说说 人家不跟我求婚 那我咋办呢 你得等啊 就在这个关键的时刻 杰瑞米布丁 他现场求婚了 我找什么知道 你怕我吃了 但你知道 你怪我大不了 你怕ません 这准备 我听有什么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不仅他哭了 我也哭了 大家连瑞安也哭了 你说人家求婚 我瞎激动啥呀 徒弟 这怎么样找着没有 赶快让我拔不关 好 下一个 内容 布兰登咖喱 放出了重磅照片 这写着什么呀 说我今年呀不参加阿诺德赛了 去年取得了冠军 但是我不会缺席 我阿诺德赛今年我还会去 大家可以看到我的面孔 阿诺德赛呢 我觉得在年初还算比较幸运 三月份 三月初 四月在南美 基本上呢 这病毒还没有大规模的发展开来 接下来参加阿诺德的 Steve去年的古典亚军 终于亮出了自己正面的 Front Double Bison 我这一下就把他和那谁对比了一下 Quiz 哎呦你说这俩人到底哪不一样呢 看着怎么就是Quiz那么好看呢 我给大家做了一下对比 身体比例 你看这个左腿腿短 右边腿正长 左边胸不丰满 右边胸很丰满 肉量足 终于亮出了很少有的光着榜子 这么一张照片 他和他女友到底是啥结果呢 对不对 等啥呢 人都该结婚的都结婚了 瑞安 赛迪克 你看看这个杰瑞米布丁 吃菲尔兰都插了 哎呦你看看这三体干嘛呢 我觉得古巴道 但三体也得赶紧了 还在耍呢 天天的去party 拿这个大手枪 这小伙儿啊 老是212和5点来回踹 你看今年阿诺就来一个5点 去年 又是怕一个是吧 和三月秀框 他来一个212啊 级别 但是不管怎么说 小伙儿挺受人家赞助商 挺受人家这个 各种大赛事的欢迎 知道吧 小伙儿挺会做人 小伙儿呢 挺社会儿 哎 接下来这个选手 就是人听老实 这么一个 歪波大将 哎呦 我的奶奶 这 这是要量的节奏啊 是不是 这俩人都是尼尔秀的大弟子 你看看 哎呦 这左边那个 歪波大将真空腹完蛋了啊 你看里边的腹肌 整个都对不起 加上尺寸小 你再看阿诺德那真空腹 多棒啊 上师啪一下 多宽啊 是不是 那腹肌至少对得起啊 而且正好在 黄金分割点 来了个肚脐眼 阿诺德那是一种什么 一种敬业的精神啊 平时走路吃饭 是不是 看电视 看电影 跟乔伟德说话 都是真空腹 再加上可能 和女朋友啪啪的时候 也做真空腹 所以我跟你说 这就练出来了 人家就是敬业 再看歪波大将的肌肉展示 我觉得歪波大将 今年呀 和斯蒂文比 我觉得还真有点悬 这个虽然上台状态 我觉得还不错 但是怎么说呢 这个没有经验的感觉 歪波大将 他唯一经验的就是 那脖子是歪的 而接下来古典造型王 哎呀这有点经验的感觉了啊 这古典造型王看上去那可好看 是不是 这维度我跟你说 比去年要大脏 今年弄不好 我跟你说 没有啥大将啊 是不是 艾什利也不在 是不是 脚子三世也不在 造型王没准能来个冠军 真有可能我跟你说啊 咱们话还先放在这儿了 造型王终于迎来了 他自己的春天呢 接下来大姐 小姐已经结婚了 大姐还忙着Fight for 5 这不是著名的皮带生产商 那谁啊 他制作了一个Fight for 5 给杰尔米的皮带 这皮带真的是啊 原始皮的颜色 牛皮纸的颜色啊 Fight for 5 杰尔米不低 不对 杰尔米布兰达 咱们看看 谁说剑体组员 他不练腿啊 你看看 包括杰尔米和布兰登 还有安德鲁 看他练的腿练的少啊 这个费尔南多叉了 也是练腿练的挺凶的 就这仨人啊 接下来杰尔米亮出了自己最新二头的训练视频 哎呦我的奶奶 这杰尔米这二头啊 怎么感觉有点不对劲呢 这二头感觉跟费尔南多 不是差了 还有那个安德鲁和布兰登 这个杰尔米的二头感觉 老是觉得不对劲就是 怎么说呢 不够五啊 说实话啊 看久了布兰登安德鲁的体型啊 再看杰尔米的体型 他有点这尺寸有点不对劲 比例有点过 好接下来咱们就提到安德鲁 咱们就看一下他 来安德鲁 你说安德鲁的名字是不是是卷舌发音啊 有的人说卷舌自己还不会发安德鲁 他不会发这种卷舌 你看我就会啊 安德鲁 安德鲁 所以我觉得健美运动员呢也是 时不时一个赛事 对于自己的毅力啊 也确实是一个重大的考验 饮食上要注意 备赛时候那很难受的 而且呢 你还得忍得住大寂寞 天天你得驱车多少公里 你得去健身房 是不是还没人跟着你 你自己还得自己那瞎拍 说到这我就想起一首歌了啊 这怎么唱来的 我真的不容易 泰克这什么歌啊 我跟你说啊 这好像是我自创的一个歌 我真的不容易啊 我真的不容易啊 接下来呢 大败哥把两人做了一下对比 这有的观众表示 上个节目呢 说哎呦布兰登 刚看了上期节目的对比 有点悬了 这个仔细再一看呢 确实好像是安德鲁的皮肤呢 更光滑一些 但是你说布兰登就真的特别刺嘛 你看布兰登这腹部和腰部处理的 这不是百分之百perfect的吗 接下来咱们看一下传统男子健美 好长时间不见的维克多利亚马丁内茨 又亮出了最新的肌肉状态 哎呀我一看这马丁内茨整体的肌肉的形态 包括这个肉的材质啊 哎呀觉得今年可能前六有戏吧 这算个给一个安慰假是吧 接下来还有不到两个星期 拍这个莫亮出了自己策展攻三头肌 哎呦这手臂改上哎呦这 这改上上台的这个威廉伯纳克了 威廉伯纳克今年到底会不会凉呢 我预计呢可能会凉啊 可能会凉威廉伯纳克 威廉伯纳克呢你击败他也没那么容易 虽然威廉伯纳克个儿不高 但是人的肌肉形态确实挺不错的 没有说像212似的啊也是个儿不高肌肉的像个圆球似的 但威廉伯纳克的肌肉好看 你知道我意思吧 接下来咱们这个另一位二线要转一线大将的啊 欧廉伯他儿子欧廉伯二世 今年呢准备往一线走一走啊 这个一直呢以前都是在二线二线而且还不靠钱 哎我记得今年呢他有可能啊 这个真的往前六走一走 我记得有可能是不是这个 但是他最大的竞争对手你知道谁吗 内森达阿莎 他呢肌肉形态呢好看度呢 我觉得要比那个什么麦克斯查尔斯啊 AK威廉伯斯啊 这比他们俩小矮个儿好看 但是呢威廉伯纳克最近好像也不是很无正业啊 哎呦我的奶奶这这挺圆挺亮挺挺挺弹性啊 看这后边的小伙又年轻了十岁啊 当然大麦克不好了 但是最近啊大兵麦克米兰确实这还有几天啊 突然变得又低调起来了 是不是和那readycomat的老板有矛盾了 老板老骚扰你让你发东西 你说实话 对于一个不经常发或者不爱发干这事的人 确实很烦 你知道吧 但是呢这个你没办法你跟人签了签了合同啊 俗话说人为财死是鸟为死亡啊 接下来著名的搞笑啊 健身健美网红阿布蒂乌 这小伙曾经取得过也取得过阿诺特赛的一个冠军啊 小伙技术形态不错 但是他太过于搞笑 所以说台上的观感到底有没有把它很严肃起来呢 可能够呛 就在前两天啊 那谁在NPC波兰 这个著名保佳烈 著名健身网红拉杂和这个啊 这个抢了他女友的啊 Trawi 我觉得他和Trawi之间倒没矛盾 这个拉杂要跟谁有矛盾 跟他女友有矛盾 你不能因为我啊没有六个月他下不了床 没有行呃行为能力 你就跟别人去啪啪啪 这人呢真的是老上帝啊 给这个外星人给人类这么一个生殖的功能啊 就让人类有欲望 就这欲望就就跟吃饭似的 他没饭吃了他就想 你说说这平时可能经常正常老友哎 这吃的挺饱 但是呢一没有一断粮麻烦了 这那你这个出门你什么都得吃啊 你是不是这意思 这如果旁边有人冒出来 哎我这有个大黄瓜 你说他不是就满足他了吗 所以呀这人呐归根结底 我二十年前就说过一句话 人呐这一辈子就一个字啊 人生最重要的就一个字 啥干 改变不离其宗 就男的女的就一个字 啥呀 F RK 这有的人说了啊 男女之间有没有真正的友谊啊 我跟你说 莫有啊就一个字啊 啥干 接下来啊 参加完这个NPC颁奖的这个波兰古典大将 去哪啊 我的奶奶 罗马意大利还往那跑啊 干啥去啊 哎最近好像去意大利的人挺多啊 还有五周啊 然后说谁什么 现在没有什么能阻止我 这话你可不能轻易说 还没有什么能阻止你 我的奶奶 不过不管怎么说 既然上了你大麦哥的节目 也刀落过多次 他已经受到咱们大麦健身兽 这节目的守护和祝福 来为他咱们祈祷一下 接下来这回不参加阿诺赛的路个山道 最近老亮出状态 这不知道不知道是啥意思啊 去年取得了一个第三成绩 我觉得是有史以来 他应该踏上最好的成绩 为啥今年不参加了呢 难道最后一刻要宣布吗 这可是邀请赛呀 前两天我看了一个视频是路个山道 可能是参加阿诺德赛吧 在后台喷这个喷油彩的时候 我看着这个路山道刮着屁股呢 刮着定 抹油的都是这漂亮年轻的 这个40岁的大妈 结果在这个视频里 这路山道还啪一转身 我的奶奶不小啊 所以我觉得抹油的这工作也是不错啊 毕竟他眼睛比较开阔嘛 啥个眼睛都见过是不是 而接下来 我的奶奶这个拉伯拉他儿子 又亮出了最新的肌肉掌 而是一片惨白 是体脂过高 小脸挺圆 啊 胡子拉叉 啊 搁的不少 美感不足 和他爸比 嗯 不像他儿子 但是转过身 那脸盘 又像他儿子 我个人呢 也不是说很看好 这拉伯拉他儿子的 在健美业的发展啊 嗯 相比起来还不如欧里巴他儿子呢 你知道我意思吧 咱们就快速的过一下就行了啊 嗯 下一个 好下一个 啊 就还有第一次胡安 胡安呢 他和他媳妇好像开了一个卖的 Cookie的这么一个小店啊 自己做的Cookie做的确实不错 胡安呢 说实话也是一位老将 呃 看着挺凶啊 胡子拉叉的 实际上我觉得胡安还是挺老实的 这 在健美行业你不能太逃 你也逃不了哪儿去 没时间让你逃 天天就得在健身房泡着 你说你练健美 你吃 你也吃不了好的 你喝 你也喝不了好的 你生活习惯还得健康 总总之你还不能去天天去去去夜店啊 去去耍去 你受不了 第二天还去训练 所以就逼着你这个运动 就逼着你 你你你你坏不到哪儿去 你知道吗 接下来呢 肖然雷灯的好朋友 说实话 这位选手呢 要他要不是说肖然雷灯的好朋友 老露面 老跟他在一块 啊 一般我还真引起不了我的关注 这机肉形态 就这样 他说我现在要比传统 这哪哪 他传统这差的远呢 古典都没没还没弄好呢 就比就转了一年吧 马上就要弄传统 这有点有点不对劲吧 传统的路还很长啊 小伙子 吃这碗饭确实不容易 小伙子 我觉得也不是说很有个性这种啊 比较一般 比较普通的这么一个运动员 像这种比较没有各色的运动员呢 我觉得只能是蹭一些大佬啊 跟大佬在一块 我觉得还有可能还有有机会出来 刚才说到NPC波兰去了意大利了 这这两天不是和那个中国在俄罗斯 一米九的一个舰体 男运动员经常一块训练 小猪啊 他们俩一块训练的啊 他这个俄罗斯运动员 又也来到了意大利了 这个教练呢 也是亚摩摩托破长期赞助的一个教练 反正感觉长相呢 有点不太让人欢喜 好接下来咱们看一下俄罗斯大将的 经过他的二头训练之后 是不是二头有没有所增加呢 确实二头肌肉冲血之后增加不少啊 这估计也可能是五星期之后参加在意大利的一场比赛 这健身房啊不带口罩哪行啊 现在意大利的这个啊这个好像情况比较严重啊 也希望呢在当地的健美者呢也不能掉以轻心啊 这个事可不是小事 但是说实话你马上就要参加比赛了 这突然来这么东西你说说这房不胜房啊可以说是 哎呀但是最好的还是自己在家训练啊 你看我家里那个 我过两天啊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我也得在家练一练是不是 最近太忙你知道吗 你大脉哥平时还挺忙的啊 你看你看那个 好家里五个孩子是不是 这这就没有平时没有时间 还归着屋子啊你还得做饭啊 是不是你还天天要做节目哪有时间呢 关注和点赞最重要的是不要忘记加会员啊 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啊 咱们下次再见拜拜